第二九题 他是同一张铝箔纸 把他揉成一团或者摊开来 他的质量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甲叙述正确 以扁平状的铝粒比铝箔的小盒子排开水的体积更多 这个当然是错的 因为扁平状的铝粒他只能够排开铝粒本身的 水的体积 可是做成铝箔的小盒子的时候 被铝箔的小盒子包住的空间也可以帮助我排开水 所以铝箔纸的小盒子排开水的体积比较多 所以他的浮力比较大 因此小盒子会浮起来 而我们的铝粒会沉下去 所以叙述比是错的 铝箔纸的小盒子在水中所受的浮力 等于铝箔纸的重量 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们的小盒子是浮者的 我们晓得浮体的浮力会等于物重 所以铝箔纸的小盒子浮在水上 他的浮力就等于铝箔纸的小盒子的重量 所以丙叙述是对的 丁 同样材质所制成的不同东西 丢入水中所受的浮力均会相同 当然是错的 我们前面看到了 铝箔纸的小盒子会浮在水上 浮力会等于物重 把它揉成一团变成铝粒了之后 丢入水中会沉下去 就表示浮力是小于物重 一个浮力等于物重 一个浮力小于物重 两者当然没有相同 叙述丁是错的 因此第二九题问我们说 关于甲乙丙丁施者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甲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